禁止第83集团军组织狙击手深入临地环境 围绕隐蔽行军 限制识别射击指令设计等多个科目进行了强化训练 锤炼狙击手战场制胜能力 欲南某综合训练场 狙击小组隐蔽出动 在这场考核中 他们要在山林地中携带30多公斤装具 奔袭数公里前往目标区域 抵达后 狙击小组对两公里外的目标区域 完成狙击地域药图绘制 根据药图 由射手观察员组成的双人狙击小组 要在10分钟内通过复杂的山林地区 对800米内随机出现的15个目标进行射击 13点方向信号塔距离325米 风速3.2米 依据目标参数 各狙击组果断射击 成功狙杀目标 复杂的山林环境 对我们快速搜索目标 和锁定目标带来的极大的影响 我们两个在高强度的体力消耗后 还要观察和计算目标的位置 寻找最佳的狙击方式和狙击阵地 感觉时间非常紧张 考核过程中 考核组在模拟居民地临机设置敌情 让各狙击小组自行解决难题 现已到达居民地 两组采取消替野会的方式 依次通过居民地 各狙击小组立即针对居民地情况 进行具体分工 侦查地形敌情后 各队采取迂回前进的方式 占领射击位置 对目标进行狙杀 顺利通过居民地 突然接到的任务是通过居民地 我们对这个地域非常的陌生 途中出现什么情况 这都是未知的 而且考核组还设置了敌情 我们不但要对真目标继续狙杀 还要对蒋目标继续争别 难度增加了不少 在连续实战化训练的同时 集训队还围绕20多个 狙击手专业基础课目 进行强化训练 进一步提升狙击手的实战能力 我们按照分类性 差异性 对抗性的思路 拓扬未来狙击作战任务 精心构设实战背景和训练内容 综合检验狙击小组 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狙击技能 在精简实性中提升训练时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